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学界 武术界的名师高手为师 其中西医 气功 武术和特异功能 于一身的气功大师L974年下 严新出山 从此开始了他的致病救援 教工讲学 科学实验等内容 广泛的气功应用实践 他还从科学家们通力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 并得到我国著名科学家的极高评价 被认为是人体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是科学的新发现 科学革命的先生 到了1987年 中国人对气功和特异功能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 特别是大兴安岭那场大火 无数官兵夜以继日 得在大兴安岭灭火 当时还请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位气功大严新 严新接到署名为卯军区此司令部办公室的紧急邀请函 严新到达后一栋小楼上开始发工 并丢下一句话 三天之后火势必会缓解 果然 三天后 火势被控制 到底是解放军大军灭的火 还是这位气功大师灭的火 在当时 相信后者的不在少数 严新大师又趁热打铁 放出了更为豪迈的话语 发工后拦截原子弹不是问题 当然 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 永远不会打起来 大师没机会发工 做这件惊心动地的事 上述新闻到底是事实 还是接头向尾的传闻就不得而知 但是气功确实被说得神乎其神 气功能日并 气功能长高 气功似乎能搞定一切 1995年 以合作修院士为首的科学家在《工人日报》上期致先明 并连续发表揭批伪气功等伪科学的文章 揭露了严新等一批所谓气功大师的本质 文章提到 严大师早不灭火 晚不灭火 偏等大火快把森林烧光了 他才发工灭火 一语道破大师的维科学 厚颜新离开中国 定居在美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竞报应 明竞報应 明竞报应